淡水因為開港的關係 才保存很多歐洲的建局 不過其實淡水也不會做日本建局 比如才剛開港的多田農籍故居 就是高級普普貫中 我們才看到的日本建局高級 日本統治台灣基督 不會做日本人都都在內臺做行李 但淡淡淡水接種 烈心公共十部的多田農籍 就是其中一位 如今它的高處已經開港參觀 多田農籍它其實占地是140坪 主建築物只有28坪 也是我們在洋人區裡面 唯一一個日式的建築物 這個多田農籍其實您可以看到它的特色 它其實地基是抬高 淡水氣候炒溼它其實有通風防潮的作用 用的木頭其實都是檜木為多 其實在這裡的話 我們先鎖在地方叫做前圓側 其實也是所謂的前陽台 在這個地方其實可以觀看淡水很漂亮的景色 多田農籍故居是檔水保存環境的日本建築 民眾除了可以在這個環境由來 也可以進去參觀 而且就有每一間榻榻米的素量 來判斷五間房間的建築 那從客廳的榻榻米可以感受到其實有八塊 就可以看到那個空間是比較大 那在主臥室裡面它其實是有六塊 另外一間空間比較小它只有三塊 青春期間多田農籍故居買古板請做DIY活動 要請大家當地製造日本的鎖聯繩 如果極上意義也是表現要新的貨物 多田農籍在過年期間2月10號的早上10點到12點 我們特別準備了兩場的一個DIY的活動 那我們的DIY的主題就是配合我們整個的日式房屋的一個氛圍 我們會做一個鎖聯繩的DIY 因為鎖聯繩其實是日本新年他們家家戶戶會掛的一個 吉祥的一個飾品 那它代表的是一個神明降臨 然後開運的意義 那我們希望說民眾可以來這邊親手做 帶自己的一個鎖聯繩回去 多田農籍故居在2005年的細尾婚 公告這條尾姑子 現在是新八七七定姑子 雖然面子不大 但是可以看到淡水火花和光營山優美的風景 也是不錯的經驗一夜 繼續分享林金如淡水柴峰報導